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在非常适合墨尔本的小朋友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住在墨尔本 每天都听到很多故事说 我们澳大利亚最有名的酒都在南澳 南澳的巴洛萨 南澳的麦克兰尔威 各种库纳瓦各种词也听不懂 但是我们那么远怎么去 我们我给大家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不用去 如果我不去 我们去哪呢 其实我们住在墨尔本 我们身边有超级多非常值得推荐区的酒庄 我们今天也不用说太多 那些开车需要很久去的地方 我们就说一个距离我墨尔本最近的雅拉谷 雅尔卫里 在墨尔本开车过去 住在这里大家都知道 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到了 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会发现 其实也挺懵逼的 就是说这么多酒庄 我到底应该选哪个呢 路边都是酒庄都是葡萄藤 那谁能告诉我到底哪家好喝呢 哪家值得喝呢 或者说我值得去打卡一下呢 我今天挑了三个酒庄呢 是他们又好喝 而且酒庄也是开门的 比起很多有些酒庄呢 因为做酒太牛了 不愿意去照顾游客那种酒庄来说呢 他们是开门的 这个很重要 大家可以去开车 做一下自驾游 做一下周末游 我相信很多墨尔本来 来墨尔本一段时间的各位呢 都去过 到了亚尔卫里以后 第一站就是打卡的是叫一个Domain Shandong的地方 就是中国其实也有这个酒庄叫夏同 Domain Shandong呢 背后的金主爸爸是谁呢 是大家都 都去支持过的一个大菜团 叫LVMH 就是卖驴牌奢侈品的那个品牌 然后呢 他们在八几年的时候去选中了这里呢 作为他们生产海外葡萄酒的 起泡葡萄酒的一个酒厂 为什么选在这里呢 是因为这里的 我们墨尔本的天气呢 跟法国的香槟地区非常的接近 因为我刚才说过 亚尔卫里这边属于一个典型的冷凉产区的一个特点 所以出的所有葡萄酒呢 都比较的 优雅 以及没有那么强烈的 浓郁的风格 都是比较内敛的风格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我心中呢 赤霞珠混酿 一直都是这个产区的灵魂代表 其实说白了就是拉菲类型的 布尔多左岸的混酿 当然这里面呢 有三家最杰出的酒庄 一直都是在澳大利亚酒圈里面 大家公认的 非常能代表整个产区最高水平的酒庄的存在的 这三个酒庄呢 分别是Montmary Yerenberg和Yair Yeren 大家说的YY 但是这三家酒庄里面呢 只有YY是对公众开放的 另外两家呢 都属于闭门造车 从来不接待游客的造访 所以YY呢是大家唯一一个 我认为可以开车值得去试一下的 在Yair Valley这边老牌的顶级酒庄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 来自Yair Yeren呢 是他们家的甘红一号混酿 他们家有一号二号三号 推荐一号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属于和Montmary的Quintet 和Yerenberg的Cabinets 同样类型的布尔多佐安混酿 就是以赤霞珠打底的混酿 它的酒的风格是大家喜欢的 如果喜欢喝拉菲那种 布尔多佐安混酿的非常典型的特点 但是呢 价格可比拉菲简直是便宜到太多太多了 如果想喝典型的经典风味的 亚拉谷的风格的话 去选它 第二个酒庄呢 其实距离YY酒庄呢 开车大概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只是在它的隔壁而已 这个酒庄呢 叫Coldstream Hills Coldstream Hills呢 跟奔赋同属于 Treachery富翼集团 同集团下面 富翼集团旗下的几个品牌 除了奔赋以外 其实品质都是非常出众的 包括这款Coldstream Hills 这款这个酒庄呢 其实大家应该对澳洲的红五星啊 五星的平分体系应该很熟悉 这个酒庄的创始人呢 就是红五星打分的创始人 James Holiday先生创建的 在Yair Valley 因为我去年看到他 把自己酒窖里很多罗曼尼康蒂的酒 拿出来拍卖 我就知道 其实在澳洲很多酿酒师 心里最崇拜的殿堂产区 还是伯根地的 所以他选择了跟伯根地相近的天气的 Yair Valley来酿造他喜欢的黑品诺 霞多利 这个酒庄呢 是只有可以品酒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 因为他的黑品诺和他的霞多利 真的是我在喝了很多亚拉股的相同的价位 以及相同风格的酒庄以后 都认为是特别出众的一个酒庄 但是呢 富翼集团不太怎么给他做任何的宣传呀 什么这些推广啊 所以导致很多人对他根本就不认识 再加上他那个品酒的地方 实在是有点太简陋了 但是不代表他的酒的品质是差的 如果各位对黑品诺这种风格 以及霞多利典型的伯根地风格的葡萄酒 比较感兴趣的话 这个酒庄绝对是值得推荐去 即使Yair Valley有那么多做黑品诺和霞多利的酒庄 但我都感觉他真的是不输给很多很多 花了大价钱去推广的酒庄的 所以值得大家去试一下 最后一个酒庄呢 是属于超级小众 非常小众 它有多小众呢 是因为这个酒庄呢 也就刚刚建立十年左右的时间 Yair Valley整体的这个面积并不是特别大 它也在距离另外两家酒庄非常近的地方 这个酒庄呢叫Pimpernail 其实这个酒庄呢 是新建立的 但是跟很多别的酒庄 比如说跟Mont Mary 我们亚拉谷特别有名的这个酒庄的创始人是接近的 因为他们的创始人都是医生 因为医生对酿酒 以及品酒应该有特别执着的追求 这个酒庄呢 我去过他们的品酒的地方大概两次 也是属于那种车间 酿酒车间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品酒室的这种类型的酒庄 我去的时候呢 他们的员工给我讲了一个 他们这里的酿酒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从伯根地特别有名的村子 叫Wong Homany 沃恩罗曼尼村买了大概200多吨的当地的土 混进了他们的葡萄园里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是有点持有怀疑态度的 但是我喝了两次他的酒以后 发现他的酒里面确实有特别 澳洲葡萄酒缺少的那种矿物质的味道 他们的酒里面确实有非常浓的这种特点 他们家为什么推荐呢 酒不是特别的贵 不是夸张的特别贵 而且他们家酿了一个本来在澳洲就非常少的一个葡萄品种 就叫Shannon Blanc 是法国罗尔瓦河谷那边的葡萄品种 叫白石南 而且酿的水平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 包括他们家推荐的9款呢 包括我手里拿的这款其实是叫Groche 是他们家最顶级的一个罗纳河谷的混酿 其实说实话他们家的黑品诺 夏多利以及白石南都是属于推荐酒款 而且非常属于值得推荐的打卡小众酒庄 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太好找 如果跟着导航去的话 应该也是很容易找到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个酒庄呢 都属于我自己从一个葡萄酒小白 以及慢慢的买酒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几家酒庄 有典型的老牌 亚人valley的典型代表 以及新进的中期崛起之秀 以及特别新进的代表 这三家呢都是我自己游历了亚人valley很久以后 给大家推荐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都可以自己去酒庄打卡 以及尝试一下他们的酒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的内容呢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葡萄酒的分享 谢谢大家